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 我是马骨 183公分的身高让Kaya Lowry常常被看清 就算在他缴出不错的成绩单时 也会因为身高的因素被打上个问号 到了NBA也是如此 但是他从来不找借口 只是用着扎实的基本功及实质上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能耐 证明人们看走眼 Kaya Lowry出生于费城 在他5岁的时候父母心去离异 虽然父亲仅离他们家5分钟的车程 但是成长的过程中完全对他不问不问 Lowry对父亲的最后印象就是7岁时他们一起共进早餐 然后呢就没有了 Lowry是由母亲及祖母带到 母亲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的生活 并且脱离街头上那些杂乱的事物 甚至兼差了两份三份工作 也因为这样从小有最多时间陪伴他的就是祖母及哥哥 同时也因为从小没有父亲的关系 到他5岁的哥哥Lani Lowry Jr.就成了他家中唯一的男性榜样 哥哥是个爱运动的孩子 自然的从小开始Lowry也跟着尝试了各种运动 棒球 篮球 美式足球都是他喜欢的运动 棒球是让Lowry展露头角的运动 美式足球上的表现也比一般孩子还要有意许多 但是篮球才是Lowry最钟爱的运动 在确定篮球才是自己的唯一后 哥哥开始对Lowry进行着各式各样的训练 尤其针对飞冠用手运球更是严格 也常常带着他往篮球场跑 并且挑战年龄比自己大上许多的孩子或是新少年 不论是上学前或是放学后甚至是冬天 他们没有一天不往篮球场跑 Lowry家附近住着A名他们都称他为Rob的人 他会照顾Lowry及他哥哥 带他们去剪头发 看他们篮球鞋破了也会帮他们买球鞋 并且在兄弟俩受到欺负时也会挺身而出 对Lowry而言这是个相当难得的邻居 同时也是他的贵人 但在Lowry16岁时 Rob因为用药过量而过世 这时Lowry第一次碰到死亡 第一次面对在自己生命中重要的人消失 Lowry始终记得Rob对他的希望极为来期许 并且把这当作前进的动力之一 Lowry常常参加的各种各样的篮球赛 在一次因缘集会的情况下 Lowry被废成红衣主教高中的主力教练给看见 并且牢牢的吸引祖豪的目光 他邀请年幼的Lowry到他们高中来 并且开始参加了高中校队训练 当然当时Lowry的年纪可是完全不能替高中校队出赛的 只是教练希望能够留住这名具有潜力的孩子 并且给予他正规的篮球训练 让他成长得更为茁壮 所以当时算是一个培训球员吧 等待年纪到了以后 再加入校队正式出赛 就读红衣主教高中对Lowry来说意义重大 不仅是在篮球上面 而是他在这边遇见了他的老婆 两人从高中交往到了现在 拥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Lowry正式加入校队后果然也没有让教练失望 高师那年以19分8篮板6助攻5超级的成绩 拿下了宾州的年度高中球员 并且获得了五星高中球员的评价 在控球后卫上面排名第6 所有球员中排名第28 纵使表现的十分杰出 在各家媒体评价也相当良好 但Lowry毕业后只收到不到五所的一级大学球队的招募 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Lowry最想去就读的学校是位于星星纳提的 刘维尔大学 学校当家后为Charmes刚毕业 加入或许是个不错的时机 但是他等了一阵之后 发现学校选择了招募其他的球员 对Lowry来说这是让人生气的 一所学校言而无信 要怎么信任他们呢 于是Lowry选择就读的家乡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当时几下Lowry加入浙维尔大学的球员是 Stanley Burrell 一名2008年选秀会名诺孙三 也没有在NBA出赛过任何一场的球员 Lowry之所以选择维尔大学 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所在地宾州 Lowry想做的就是向乡亲们展现自己的能力 并且让人们看见这所学校 当然这听起来很完美 Lowry抱着满腔热血进了大学 想要担任领导者想要当一哥 结果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他大学一年级甚至连先发都上不了 一来学校有两名需要球权 并且火力旺盛的学长 Rendy Foye及Alan Ray 二来他仅有180公分的身高 让教练难以将重心放在他头上 Lowry虽然不是先发球员 但是7.5分三篮板两助攻的成绩 也足以让他获选Big East的年度新鲜人球队 Lowry回忆说 还记得加入校队的第一个礼拜后 我已经做好了要离队的打算了 因为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但J.Wright教练让我明白了自己的重要性 Lowry大学二年级开始 教练出了7招 球队使用的阵容是4后卫 没错 4名后卫担任先发 先发中最高的担任中锋的角色 是68吋的前锋 Will Sheldam 其他全部都是64吋以下的后卫 Lowry终于是站上了先发 但出手机会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毕竟Randy Foy以及Alan Ray也依旧在校 Lowry也只不过缴出了11分四篮板四助攻的成绩 单看成绩并没有让人惊艳的地方 或是说就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控球而已 但Lowry把握机会 只要有空档就是将球稳稳放进 46%的投篮命中率 及44%的三分球命中率 也远远的超过了前面提到的两名球队主力 而个人也在防守端平静的权力 虽然身高仅有180公分 但厚实的身材及扎实的基本功 依旧让高他10公分以上的球员难以打点 场均4.3克篮板也是全队第三多的 可怕的是其中有1.8球是进攻篮板 除此之外每场球赛还可以绞出领先全队的2.3次超阶 Lowry说 四后卫对我来说别具意义 就像突破了位置的枷锁 你是后卫 但可以不必是个射手 可以是个篮板手 也可以担任传球者 又或是防守者 进攻发动者 让我在场上更能挥洒自己的能力 这样的表现简单来说就是低调 时而不滑吧 也可以说是因为Lowry 才让这四后卫的阵容不至于崩溃 Lowry获选了Big East年度第二队的肯定 学校也达到了最后的八强 才败给了该年的冠军佛罗里达大学 该年佛罗里达有 El Hofer Jackin Noah Cory Brewer坐镇 连担任小前锋的Brewer 都有69寸的身高 想也知道 制空拳完完全全是被佛罗里达大学给掌握的 佛罗里达大学被守到整场投篮运动率不到三成而败增下来 赛季结束后 Lowry决定弃学投入了2006年的NBA选秀 先来看看Lowry选出会前的球探分析吧 可以在场上来续自如 防守端是精英等级 取胜意识强烈 对比赛有快速的决策能力 至于缺点的部分 不外乎就是围绕在他矮小的身材上面打转 最终 Lowry在第二十四顺位被曼菲斯灰熊队给选到 而他大学的队友Rendy Foy 则是在第七顺位加入了迷你苏达灰狼队 Lowry其实压根没想到灰熊队会选他 毕竟他没有为灰熊队视讯过 只有和总管Jerry West 及总教练共进过一次晚餐而已 菜鸟赛季对于Lowry来说简直像是噩梦一样 他在球季的第十场球赛 初战克里夫兰德比赛中弄伤了手腕 不得不接受手术赛季提前报销 但是在他有限的17分钟的上场时间内 角速平均5.6分三篮板三助攻一抄截 算是蛮高效率的表现 Lowry说 我压根没想过会这么严重 我的伤好得很快 过去十字刃带撕裂 也只花不到两个月就回到球场 谁也不知道 从Lowry受伤的这一刻开始 他跟灰熊队的缘分已经在倒数了 烂到不行的战机 让灰熊队拿下了第四顺位 他们本来心仪的对象是佛罗里达大学的中前锋 Aerhofer 但可惜的 在第三顺位被老鹰队抢先一步选走了 后来灰熊队选了俄亥俄大学的空球后卫 Mike Conley Conley从球技中段开始 成为了不动嫌罚人选 Lowry则是在板凳上 跟其斑崖炸弹拿巴罗 争夺着第六人角色 随着球队集中 John Paul Garzol 及Devon Stardemail两名老大哥交一走后 更加确定了球队的未来走向 就是完全的打掉重剑 Lowry在灰熊队待了两年半的时间 随着球队选进了OJMail 再加上原有的Conley后 他的角色显得没那么重要 板凳第六人是灰熊队唯一能够给他的位置 但是对于球队来说 当作交易筹码似乎是个更好的选择 而且Lowry自己也不甘于这样的角色定位 多次向教练反映出他的不满 于是Lowry就被交易到了休斯顿火箭队 他职业生涯的第二站 Lowry说 我其实还蛮喜欢满赔斯的 简单而纯粹 让人感觉很舒服 到了火箭队后 Lowry初次尝到了季后赛的滋味 更一路来到了第二轮和该年的冠军 洛杉矶狐独队 缠斗了7场才摆升下来 到队头一年半 Lowry都担任着替补角色 担任着Aaron Brooks的替补 他扎实时而不滑的修风 跟Brooks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 Lowry也渐渐的受到了 Rick Edmond教练的重用 爬上了闲罚的位置 Lowry加入火箭队 正好是球队慢慢改变的时候 摇麦连线虽然好用 但是伤伤挺挺的 让球队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Lowry上了先发后 获得的前所未有的发挥空间 甚至比大学还要多 虽然球队没能经济后赛 但也都有超过五成的胜率 再加上阵容年轻 未来是指日可待的 但在这个时候 火箭队选择和Edmond教练分道扬镳 理由是Edmond跟火箭高层 对于球队未来的理念有段落差 当然这个高层指的就是Mowry 火箭队转而聘请Cabin Mahel 担任总教练职务 Edmond教练的离开 让Lowry感到相当的取杀 他说 Edmond教练完全的信任我 我也信任他 我刚被教育到火箭队 不到24小时的时间 教练就愿意给我 超过15分钟的输赛时间 他是一个好教练 愿意放手给球员去执行发展学习 并且在需要的时候 给予提点及帮助 虽然Lowry嘴巴上说 不会对Mahel感到不满 但是年轻其善的他 还是若有事无的 将Edmond离开的帽子 给扣到Mahel身上 两位教练的比赛风格截然不同 Mahel比较严谨 而Edmond则偏向放手 让球员发挥 这也让Lowry相当的不适应 另外 在Mahel来之前 Lowry打出了职业生涯高峰 让他觉得 自己就是火箭队所需要的那个人 应该得到更多的空间 更多的机会 再加上之前的种种 Lowry对Mahel的不满 已经来到了高点 甚至不想听到他的声音 Lowry回起当时说 当时我的心态从一开始就错了 教练只是试图让球队变得更好 让我变得更好 就这样而已 赛季结束后 Lowry就被火箭队给交易去的多伦多暴龙队 起先他觉得自己像是被流放了一样 当时Lowry合约也只剩下两年 他心中盘算着 只要合约走完就要离开 多伦多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然而和队友 教练及球团碰面后 他发现自己错了 多伦多是个真正了不起的伟大城市 而且这座城市对胜利感到饥渴 Lowry的经纪人Andy Miller 找来了枪心Villas来和他对谈 Villas告诉Lowry 你到暴龙就跟我去活塞的处境一样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想要在职业生涯中留下什么样的历史 由你自己决定 前辈的体点让Lowry顿悟 开始试着改变自己的心态 他知道在火箭队时处理的不是很好 需要变得更成熟 因为事事并非都如自己所愿 也开始学会倾听他人的声音 随着Kadron及Bagiani的离开 再加上2013年12月将Ludike给交易走后 球队确立的未来核心将以后场双位 Demar D.Rosen及KayaLowry舰队 这对Lowry来说是一种信任 一种被球队需要的感觉 这是他过去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包容队也在D.Rosen及Lowry的带领下 拿下了48胜 睽違五年再一次的打进了季后赛 他们上次进季后赛 要回溯到Chris Bush的时候了 这次是Lowry职业生涯第二时的季后赛 不同的是他从板凳球员 变成球队当家头牌球员 和当时阵容星光意义的篮网 欸不对 现在更星光闪闪了 拼搏到了第七战 才以一分之差摆成下来 球团高层也在季后 立刻奉上了份4年4800万美元的 千万等级合约 留住这名球队未来的当家主控 Lowry在和暴龙队签约前 有重新回到休斯顿 进行自由球员的会谈 虽然他早已经明白自己的心向暴龙 但是有些话还是希望透过会谈来说出来 Lowry为自己当初在火箭队的不成熟 及错误的处理方式 向Cabin Michael道歉 话说开来就像是放下心中的一块大石一样 暴龙队在双位的带领下也越打越好 Lowry连续6年获得了明星赛的肯定 15 16年更是一路过关斩将到了东区冠军赛 可惜的是暴龙队连续在季后赛中败给了La Blonde的骑士队 而且是连续3年 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招架资历的方式输球 就算是他们以59胜拿下东区龙头宝座的那年 也依旧在第二轮被骑士队给踢了个大光头 而且是以平均输分高达14分的方式白胆下来 Lowry及迪洛森也被不少人质疑 只能打好例行赛这个标签也被牢牢的贴在他们身上 虽然努力的想要证明 但却也都无奈的白身下来 Lowry说 多伦多就是我的家 我们彼此信任着 突破了这么多的困难 对我来说就是保持竞争 持续努力下去 维持袁正宗保持竞争力吗 球队总管由Jerry显然不是这么想的 再有机会从马斯瑞诺来卡罗埃勒呢 决定说他将球队征战长达9个赛季 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的迪洛森给交易离开 从Lowry入队开始 他就和迪洛森成为了好朋友 默契极佳 不论是在球场上或是球场外 都互相帮助努力着彼此 患有忧郁症的迪洛森 在开心果Lowry的陪伴下 得以敞开心扉并且坚强 Lowry一开始对球队交易 迪洛森的决定感到不爽 他承认甚至一度自己也想求去 但转个念想了想这就是个商业联盟 而这也是商业决策如此而已 就算没能同队 也不会影响到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而对于被交易的迪洛森来说 自然的更为难受 他花了更多的时间才走出球队 不需要他了的这个事实 Lowry并没有将不爽的情绪 带到Lowry身上 因为有过跟Mahill关系的前车之鉴 他主动和内向的Lowry攀谈 并且也成为了朋友 那个赛季成了他职业生涯最成功的赛季 Lowry一生都在追求冠军 他在高中的时候 连续两年在联赛冠军赛上失利 而大学也没有机会议员冠军梦 对于冠军他充满了渴望 相同的 波伦多这个舰队24年 不会尝过冠军滞位的城市 也对冠军感到饥渴 为了拿下冠军 暴龙做出了很多必要的牺牲及改变 包含了交易走Dirosson Divaralchunus 还有测换掉总教练Cassie 纵使Lowry感到心痛 感到不爽 也仍努力的调试了过来 有人问到冠军是什么感觉 Lowry打不出来 这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球队度过了艰辛且漫长的赛季 还有在休赛期不断的训练 终于是拿到了冠军 那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 冠军赛季后 Lenner如同自己一开始说的一样 前往了洛杉矶 Lowry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他并没有觉得遭到背叛 毕竟这就是个商业联盟 球员为自己打算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Lowry自己则是阵守独伦多 虽然这个赛季曾有逢神传出 暴龙有意交易走他 但最终还是续留在球队中 Lowry就是暴龙队的对魂 今年年满34岁的他 还是能够绞出17分5篮板7助攻的成绩 这和他巅峰时期相差无几 或是说现在还是他的巅峰席吧 今年结束后 Lowry的合约也将到席 或许到时候他不会继续待在多伦多了 但毋庸置疑的 就跟迪洛森说过的一样 顶着六届全明星 一届奥伦冠军 及一座NBA冠军金杯的Lowry 就是多伦多暴龙队史上最伟大的球星 Lowry在刚加入职业时的个性 真的是挺难搞的 凡事都是以自己的角度出发 灰熊及火箭时期多多少少都和教练有摩擦 尤其跟Kevin Michael之间的事情 更是让他一度被贴上了难搞的标签 还好随着年龄增长及前辈的提炼 心态渐渐成熟 才有了现在这位准名人堂级球星 Kyle Lowry 我是马谷 大家晚安